今天我們要拍的這一集呢 是關於我最近在網路上面買了什麼東西 購物 網購 我的網購 前一陣子呢 我很愛逛了一間網站 它開始打折 所以那天晚上我花了一千塊美金 買了十到十一件東西 其中有一個是送給我老婆的禮物 只有一個而已 只有一個 剩下都是我的 只有一個 這個影片並不是贊助的影片 這裡面所有東西都是我自己花錢買的 那我們就要看一下我買什麼東西吧 好 他完全不知道我買的東西 他只跟我說老婆送你一個東西 先從這邊開始 第一件商品 這個顏色感覺穿在你的身上絕對像黑豹 我沒有發想像這條褲子跟一個籃球一樣的顏色 很好看啊 這個是我最近非常愛的一個愛牌 叫Aime Leon Dore 是一個 我也不知道哪裡來的牌子 但是 不算是草牌吧 反正已經有幾年的牌子 但是我最近還蠻喜歡買他們的衣服 看起來非常的不同 這一件的價格是122美金 好像有點貴 首先你已經夠黑了 這種橘亮橘色有多顯黑嗎 要嘛就是超黑 要嘛就是超白 如果你這種要黑不黑要黃不黃的這一種 這樣穿起來看起來很長 他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這三文魚的顏色 我先看到他覺得有點像三文魚的顏色 對 下一件拜拜 第二件 T-Shirt 這是我最近也是很愛的一件牌子 叫Saturday New York City 今天男粉絲有服了 私上介紹的牌子 這又是你知道的牌子嗎 對啊我知道當然 這幾年真的很喜歡流行那種小小的紙 尾才看得到的紙 但這個顏色跟那個褲子很搭 你看 你整個人就是一顆籃球 那你覺得這件T-Shirt好看嗎 你就適合我 因為這個有點偏紅還可以 而且這一件很貴 27塊可以吃 很便宜耶 對啊很便宜 而且我覺得它Quality都蠻好的 很舒服 我不是那種會花幾百塊錢買T-Shirt的人 欸是不是在縫著我 這個是我沒有買過的一個牌子 但是我覺得它衣服蠻好看的 叫Norse Project 這件是一件黃色的T-Shirt 這件不行 這件是不行 很像芥末是不是 對 這件60塊美金 這都是打完整的價格 它這邊有個小小的detail A Product of the Cold Cold North 真的假的 這是一個丹麥的牌子 哥本哈根丹麥2004年 OK 下一個呢是一頂帽子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非常戴帽子的人 我幾乎 非常愛戴帽子 我每一天出門都戴帽子 在家也戴帽子 戴著好可愛 對啊 我買了兩頂帽子 這是其中之一 這頂帽子呢 價格是62 那個標籤是要一起戴進去的嗎 不是不是 我就是懶得把它拆掉了 這個牌子叫11 by Boris Big John Safari 上面就寫11 這頂還可以吧 這感覺那個光棍節的時候 你再買麻煩 下一頂 也是他們的帽子 這個是camper style的帽子 它的形狀是比較方一點的 67塊 我真的覺得它帽子都好錢 下一個東西 下一個眼鏡 太陽眼鏡 你有看到這牌子嗎 沒有耶 Native Sons 這個是余文樂的愛牌 Native Sons 他們的眼鏡真的都很貴 剛好這一個打折好像是打到五折吧 你本來就知道這個牌子喔 我本來就知道 對 它本來就知道 每天看到幽文樂在那邊 這副眼鏡呢 好像是打五折 然後它的打完折的價格是213塊 所以它原價好像是4來的 我不敢相信 屍上竟然買了一個假的透明眼鏡 假的 什麼假的 這種平光有沒有 太土 喔 這個是要變成太陽眼鏡的 喔 是喔 我以為你是要戴個透明眼鏡 神經病喔 戴透明眼鏡幹什麼啊 那你去哪裡加太陽眼鏡 你戴一下嗎 我覺得我可以 你不行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看這個變態 戴護目鏡要做實驗 我無法想像 想像一下它變成太陽眼鏡之後 你自己做後製 做2K 你覺得呢 讓我戴看看 我覺得我戴起來非常好看 你想要幹什麼 這是我的 我一直都很想要一副透明的 我都沒有 不是鏡片透明 是框透明 很帥 對啊 不要偷問喔 這是我 我自己找不到 找不到 又是一件 Saturday New York T-shirt 這件可愛 這件我喜歡 這個圖好可愛 Chill Pill 這件T-shirt打完車是28塊 那原價也沒有很貴 蠻可愛的 對 Chill Pill 這是一雙鞋子 你知道這個牌子嗎 有啊 你知道啊 你每次都笑我 那鞋子像打石膏的啊 我不確定的發音 應該叫Sweet Coke Sweet Coke Sweet Coke 然後因為夏天到了 所以 又買了一雙 一雙 涼鞋 這個筆也太厚了吧 瞬間增高3公分 不只剩5公分 你今天沒穿襪子 直接怎麼沒穿襪子 喔 因為洗過頭 你太小了 太小了 太小了 沒有 你這個地方 太小了 大拇指都插出來了 我買過三雙 我每一雙都是10號 結果 買鞋子還是要10號 打完折之後90號 但它應該沒有扮好了 這一件我覺得你會笑 好 我覺得我最近非常喜歡走一走就是流氓風格 這是一個我很喜歡的牌子叫 Blue Blue Japan 它的每一件衣服或者是帽子 都會有個小鈴鐺 你可以把它拆掉 但是我通常都不會拆 因為這樣子 走在路上的時候就像一隻貓一樣 就那個鈴鐺的聲音 還不錯吧 抱他嗎 怎麼辦 這件是我買的最貴的東西 我覺得你這件呢 配這條褲子 我蠻想看的 原價要400塊好像 那打完則是2008 你們覺得好不好看 我覺得蠻好看的 剩下兩件衣服 一件就是我自己的 然後一件是我買給我老婆 我看什麼鞋子 這兩件 是一個set 對 算是情侶裝吧 兩件T-shirt 這個牌子呢 是一個法國的一個牌子 叫Maison Kizune 考考俊俊老師 這上面寫什麼 我知道 巴黎的人 對 那你知道怎麼唸嗎 發不出來就代表你不是巴黎 1 2 3 哇 我覺得蠻好看的 蠻Q的 我覺得還是有點緊 我也覺得很緊 我覺得他們的T-shirt 那個尺寸真的超級怪的 你穿L 我穿XXL 我還覺得有一點點緊 我穿XL 你穿的是L 但是這是男生的 男生的L 按照他們的尺寸 他們就至少做很 做會很瘦的 我的55塊也是65 以上的東西加起來的總價值 那就是 差不多1000塊目金 那你覺得我 我這次的購物算成功嗎 還是 我覺得這次購物最成功的一件商品 第一名就是這個眼睛 還是這件 是這件 是這件 這件我覺得我穿的這麼好看 你給丟了 又貴又怪 我明天就要這樣出門 現在還在居家格林 你要去買 我要去買菜 然後外面穿這件 然後下面穿那個SALMON顏色 下面穿這件 超級不搭 然後再穿那個很小的那個 妥協 妥協 再戴這個 再戴這個 如果喜歡的話呢 我們就再拍一個 阿包 今天就要跟你講 君君老師首位的那一段 好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這一集 那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要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記得要按讚這個影片 不要忘了訂閱君君老師的頻道 好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欸我講得蠻好的 一個take Parisienne要去睡覺 沒有要去運動 三個分鐘睡覺 沒有 我要睡覺了 君老師的店上有新品上架 還有部分商品 有八折優惠 交費滿100美金 還有免運費喔 趕快去逛逛吧 好 好 好